河谷一定要装在一个白木盒子里面 白木盒子里面 它可以防草可以防侧 所以他们一身稍微坐得起来 做一条河谷 要用一个木材做的盒子放起来 那后来日本学者研究 梧桐的生长器材 他说用梧桐比较大 于是建议台湾的人 大量开始做梧桐 速度快 材质仅次于梧桐 所以第一个不是台湾的商人 骗子的 后来是因为工业的石油体验 用到了替代植物体验的工油了 于是同书这个行为更多